老师,我要放100天价 不行,你手机里只有一格电,只能放假一天 不要,我就要放100天价 看我的,无敌充电宝充电 滴滴,电量不足 什么,充电宝我都没用过 怎么可能会没有电呢 哈哈,当然是我用它出手机了 快走快走,我要放假了 丹尼,你怎么可以这样 老师,快给我放500天价 你的手机就10格电,哪来的500天 你看好了,我拿,这是50部手机 虽然,都是10格电,加起来不就是500了吗 哼,电量都是我的 滴滴,正在关机 啊,我的手机全部关机了 你就不要放假了,丹尼 哈哈,丹尼,谁让你惹小袋鼠生气的 这可是很可怕的事情 哼,幸好我还藏了个手机 哈哈,真是满格电 丹尼电量100,放100天价 好呀,我要去玩了 佩奇没有手机,不能放假 为什么呀,大家都有假期 就我一个人,在学校里面上课 我太难过了 这,那这样吧 小朋友们,你们的手机还有多少电呢 你们剩多少,我就给佩奇放几天价 看,大家的电量都不一样 这个怎么算 现在,最高的是64 那就给佩奇放64天价 好了,谢谢小朋友们 终于到我了 老师,我要放1万天价 什么,手机最多100个电 你的怎么是1万个 因为,这要是魔法手机 能充1亿个电呢 好吧,那给你放假1万天 哈哈,太好了 这辈子都不用上学了 苏西,苏西 苏西,上课睡什么觉 我手机有一万个电 好啊,不仅上课睡觉 还违规带手机 明天,给我叫家长来 什么 啊,原来刚刚是梦啊 小朋友们,假如手机电量 决定放假天数 你们会放多少天呢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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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你没有不能再聋一下 好啊